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View.js的第26期 第26课 今天的标题就是 大家想看组件中的数据 组件呢 我呢讲了两个课时 这两个课时吧 没有讲到数据 仅仅是模板的显示 包括这个组件如何注册 那么从今天开始干什么 咱们讲一下数据 因为说咱们做组件 不可能说这个组件的 表示的内容是死的嘛 对不对 它一定是活的 那么咱们怎么让它活起来 那就是说 要给这个组件添加数据 好 那么咱们看看如何添加数据 咱们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组件的数据函数 大家注意 注意啊 这个地方我用的是函数两个字 咱们还记不记得 以前咱们在讲 View.js里面的数据的时候 它是一个属性 那今天呢叫做函数 为什么呢 咱们往下看啊 好 组件的数据 今天咱们要为 View.js组件的添加数据 然后呢 使组件可以动态显示各种数据 前两天 咱们前两天 咱们前两期讲的组件 那都是死数据 换句话说 那组件没用 知道吧 那怎么让它用 就是说 咱们要给它动态添加数据 但是注意 咱们添加的是数据函数 而不是数据属性 这是什么意思 没关系 咱们往下看例子 一看例子 咱们就能够理解 不用担心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例子 今天例子呢 就这么一行 内容是今天的天气室 然后后面呢 我跟了一个组件 或者说叫做标记 标签 那咱们看一下 今天天气这个组件 咱们是如何定义啊 首先我用的是View.js component 要做一个全局的组件 组件有个模板 这个模板里面呢 就是一行 HTML Strom 这个Strom应该是叫做加粗显示 加粗显示 加粗显示有两个 一个是Strom 一个是B 有什么区别呢 请您看一下我HTML5的课程 里面会讲很清楚啊 好 那咱不说了 首先呢 咱们在这个组件中显示一个Strom 换句话说 咱们的天气要让它加粗显示 那天气今天是什么天气啊 我这没写 大家注意看 我这用到的是一个变量 上一期咱们这写有雨 有雪 对吧 咱们写这各种天气 那个是死值 今天呢 咱们用到一个变量 这个变量在哪定义 咱们看啊 有一叫做数据属性 咱们到现在为止的数据 都是这个数据属性吗 咱们先写数据属性 咱们会发现数据属性 如果不行的话 咱们再考虑数据函数 就是这个地方 好 咱们把它看啊 这个数据属性里面 有一个属性叫什么 Today weather 雨加雪 说明天气呢 是雨加雪 好 这个变量呢 会在模板中 这样的显示 这个就是今天的例子 这个例子 首先我先把结果告诉大家 跑不通 为什么 我这说了 咱们应该定义成 不好意思啊 咱们应该定义成数据函数 而不是数据属性 没关系 咱们就先定义成数据属性 又能怎么样 咱们运行一下 看看这个效果 数据属性 如果不行的情况下 咱们再考虑如何定义函数 好 我考卫啊 咱们大家注意看 go 好 咱们运行啊 今天是第26期 第26课 大家注意 走 对啊 对的 这是对的 为什么 它是数据属性吗 咱们看一下控制台啊 爆错 今天的天气是空白 没天气 为什么 大家请看 这是一句英语啊 就是说 这个数据选项应该是一个函数 而不能是一个数型 就这意思啊 好 那么换句话说 咱们这个 data 咱们现在定义的 大家请看 是一个对象 是一个属性 而不是一个函数 那么咱们怎么改这个错误呢 让它变成函数 而不是咱们现在的Java的对象 咱们试试啊 我改啊 咱们看啊 data 咱们叫做function 然后呢 加个括号 大家请看 这是不是就是一个函数啊 然后呢 咱们这个 todayweiser 这个属性 该如何返回呢 大家看 我接着写啊 要做一个return 然后 哎呦 反 哎 我这键盘确实是不太好使啊 实在是不好意思 大家注意看 data属性变成了data函数 这个函数里面返回的 其实还是咱们刚才的那个Java的对象 但是 它要写成函数 而不能写成属性 咱们这样改完之后 再运行一下代码 看看是不是 今天天气就能出来啊 够 好 今天你是什么 雨加雪 看来比较冷啊 而下面的这个错误呢 也已经消失 这个 就是咱们如何为咱们的模板 或者说为咱们的组件 添加 变量 那么有朋友说了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view.js设计的很奇怪啊 为什么它不是属性 而是函数呢 这个是这样啊 对于初学者朋友来说 您呢 这么记就可以了 今后呢 我想再做一个view.js的进阶课程 现在呢 是基础课程 进阶课程之后呢 我可能会讲到 因为什么吧 因为它是和这个view.js内部里面的 直对向的检测相关 它因为咱们比如说 设计一个这个today visor 还等等一个变量 这个变量 一旦发生变化的时候 view.js呢 内部有个机制 会检测它的变化 这个呢 会用到data属性 或者说是data函数 这个呢 在进阶课程当中 我呢 会给大家讲到 有兴趣的朋友呢 请期待 稍等啊 今天的例子呢 虽然就是这样 但是 我的readme这个地方 是错的 是跑不起来的 所以我把它改成 咱们可以跑起来的 数据函数 好吧 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 所有的内容 不知您听明白没有 今天我的代码呢 放到了开源中国的服务器上 供您下载参照 那么今天的课程 就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